不過現在大家更關心的是 台海之間會不會更加危險 整個全球局勢的 這一些牽動的變化 現在遠見有個最新的民調 調查時間是9月21號到28號 到底大家覺得兩岸的狀況 未來的走向要如何 這一點調查裡面 維持現狀來到了史上最高 就是他們的這一個 調查機構裡面最高 59.5也就是即將60% 這個對賴清德 現在的路線來講 應該是最有利的 因為賴清德從獨派的色彩 慢慢的往中間靠攏 所以不用再另外宣布了 來到一個最新的高點 2022年贊成台獨的28.7% 現在變成微微下降到25.2% 那國防部今天也告訴大家 一年役也就是 我們一般的這個義務役 本來是說不會到最前線 但是現在會去外島 而且還有中蘇防衛 總統府附近這一邊 你也要跟著防衛 那邱國正 今天被立法院問到一件事情 以色列 鐵窮這麼厲害 為什麼還是被人家 射了那麼多火箭彈進去 他講到一個概念 他說太飽和 過度飽和了 沒有一個國家能夠招架 過度的飽和 所以他說以巴戰爭 給台灣的啟發 備戰不求戰 最好共同期望就是要避戰 陳大的教授李宗憲 他說現在台灣很危險 2024年會決定我們共同的命運 那現在包括這個NBC有一個獨家報導 他說這個拜登政府的官員 要求國會悄悄趕快多 撥更多的武器給誰 給以色列 烏克蘭 居然還有台灣 還有包括美國的邊境 台灣真的會因為整個局勢變化 變得比較危險嗎 請教委 其實那個鐵窮系統 並不是沒有效 但是他同時間發五千顆 你就真的擋不住 所以從以色列這件事情 現在目前看到 前幾年說是一艘航空母艦打擊群 現在變兩艘 然後布林肯也要去 就整個情勢會在往上上升 他的緊張 這一次的發生戰爭之後 像上一次烏克蘭跟俄羅斯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時候 大家知道一定會造成糧食的影響 因為你看烏克蘭的國旗下面是小麥 那這個以色列的話 就半導體 鑽石 油價跟金價 因為半導體他那邊 Intel大商 Intel會受影響 我是沒有做任何投資 可是相關的這個產業人 大家可以關注 為什麼是鑽石 就他會影響這個全世界 很多的鑽石加工就在以色列 所以他現在發生戰事了 那也因為這個哈馬斯 他藏在這個加大走廊的到處去 你不可能直接滅哈馬斯 而沒有打到其他人 所以很難能夠 如果你要第一個 這個要以眼還眼 血在血腸 你要做到怎麼樣的程度 你才能滿足 以色列要怎麼樣才覺得 我們已經夠了 那再來就是說 這個事情的發生 也讓我們看到就是說 原來戰爭就是 也沒想到會突然就發生 他發生的時候 你要怎麼辦 那我們現在兩岸算是 全世界的戰爭熱區之一 因為中國大陸跟我們的關係 是緊張的 那我們有沒有做好相關的準備 包含了我們對抗 就是如果發生戰爭的時候 大家是不是像以色列一樣 以色列是一條心 對這個哈馬斯來講 對巴勒斯坦來講 以色列是邪惡的 因為他們覺得以色列給我們壓迫 我們是露天監獄 我們連醫療 我們連水 我們連食物都被他們受控 他們是彼此仇恨的 可是至少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他們兩邊 兩兆都是 各自是團結的 但台灣不太一樣 台灣認為說兩岸不需要打仗 其實甚至可以以後是統一 然後就避開戰爭的 這樣子的國民 或者說要對抗到底 不惜一戰 我們也要堅持我們是台灣 對岸是中國的 但大家看法不一樣 所以如果一旦發生戰爭的話 我覺得我們台灣的狀況 跟以色列不會那麼一樣 一下子全世界各地 30萬的後備軍人就聚集 其實可以看看那個狀況 想想我們台灣 我還要講到一個重點 因為我們國家認同 嚴重的分歧 如果真的發生戰爭的時候 譬如說會像這樣子嗎 在紐約的甘萊迪機場 上演了一個非常離奇的新聞 有個神秘的男士 他不願意曝光 然後直接跑到這個機票的櫃檯裡面 他說任何人只要拿出 以色列國防軍的召集令 證明你真的是要搭飛機 回去打仗的 機票我買當 一口氣他買了250張的機票 那也有人傳出這些照片 說這個座倉裡面 全部一看都是以色列人 這是網路上流傳的照片 機場確實很多人立刻要回去 第一天10萬大軍 第二天30萬大軍 立刻召集起來 現在以色列也講了狠話 他們的臨時 這個戰時的內閣告訴大家 他們即將要以摧毀 哈馬斯為目標 要把它徹底的連根拔起 現在傳出來加薩地區 連停失的地方都沒有了 以色列在國際的媒體上面 宣傳是強勢的 可是加薩的慘況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但他可能是十倍以色列的殘 中國政府中東問題的特使 翟駿告訴大家 他希望趕快出來叫大家都要停火 但以色列停不了 這報復之路才剛開始 美國官員還告訴大家 之前大家都覺得嫌疑犯 背後的主使者應該是伊朗 但是根據紐約時報獨家的報導 美國的高層說伊朗的這些主使者 聽到這個戰爭的事情 突襲的事情很驚訝 意思是說伊朗認為是跟他們無關 這是紐約時報的一個報導 剛剛韋漢也特別提到大家 台灣半導體很重要 以色列更是一個重鎮 包括我們從地圖上來看 海法就有伊特爾 還有包括谷歌 蘋果在這邊設 海爾茲利亞有微軟跟LG 特拉維夫有谷歌跟FB 然後尤其最新的 英特爾新設的一個工廠 離加薩只有30分鐘的車程 那恐怕他的安全 還有他到底能不能如期的 來進行這些作業 大家會有一些疑慮 當然他們說目前都沒有受影響 但感覺受影響的時間 也是很快了 以色列半導體實力非常強大 將近有500家快國公司 都聚集在這個地方 有200家是晶片公司 全球8%晶片的設計人員 都在這裡 2023年預計他們當地的 這個半導體產業 整個規模有到11.4億元的美金 那現在發生戰爭 台灣的股市 就多了一個題材了 會不會因為這樣 我們有轉單的這個好康 尾巴衝突 台灣的半導體 有沒有機會贏得轉單 現在有講說 如果短期沒辦法控制 高塔半導體很可能會 把單轉給台積電 聯電 世界跟利基電 包括AI相關的產業也會轉過來 被點名只有創意跟世新 那我們看到相關的 看是聯華電子 還有包括台積電的股價 今天確實因為這個題材 都有往上衝 但南韓是比較擔心 因為他們從以色列進口的 高達了55.7% 總值有高達6.6億元美元 所以他們反而三星 SK 海力士 是很擔心他們會鍛鍊的 這部分請教亮哥 這個事實上就牽涉到要打多久 然後哈馬斯還有沒有餘力 在發射火箭彈攻擊以色列的目標 目前看起來是不容易 那反而是以色列地面部隊 要不要進入加薩走廊 他如果進去就會騎虎南下 因為我跟你講 什麼叫消滅哈馬斯 請問哈馬斯在哪裡 他那邊的人口有237萬 哈馬斯大概只有2萬人 你怎麼找 他脫開軍裝 就是跟巴勒斯坦人長的一樣 所以以色列事實上 我認為現在當然是在氣頭上 所以納坦亞胡 就把目標講得很兇悍 所以要消滅哈馬斯 以為平地 讓加薩變成沙漠 那都清楚說 你真的要執行 我跟你講 我認為美國的航母 開兩艘到附近 一方面是警戒外力介入 另一方面事實上就是 怕會不可收拾 怕以色列失控 就是殺紅眼 所以就要協助制定一個 可執行的目標 我認為可執行的目標 應該是開出這一次 製造動亂跟摩殺的高層 然後高層全部一個一個要抓 或者一個一個要隔殺 所以誰策劃的出來 我上次那個奧運被殺 不就是黑色球 不過陸陸續續已經殺了 三四個了 那個是指揮官 可是他有很多人在海外 所以摩薩德已經下了格殺令 說怎麼你跑到天涯海角 我一個一個都要暗殺 因為上次那個穆尼黑號運 以色列事後花了十年全部殺光 所以我是覺得這種東西最後還是要回歸到 你的有限的戰爭目標 不然你這個戰爭沒有辦法結束 亮哥那背後有所謂的伊朗 美國現在就是華爾街日報在三天前 頭版頭就直接講伊朗策劃 而且他還講得跟真的一樣 那為什麼像紐約時報就 我跟你講他還講到說 伊朗的革命會隊飛到 黎巴仁的貝魯特 然後跟哈馬斯 就在黎巴仁貝魯特開會 講這麼具體 上個禮拜一 然後美國的情報單位說 查無此事 紐約時報就是根據另外一 所以我跟你講 另外一股勢力 拜登政府就是 拜登政府就是說查無此事 然後伊朗立刻否認 那我跟你講發生了當夜 伊朗國會在國會歡騰 那個畫面大家記得吧 這件事情伊朗一定有協助 可是是不是策劃 美國現在就不想這樣講話 因為他如果這樣講話 以色列就非打他不可 就有正當性 而且戰端會擴大 那以色列只要打伊朗 這個戰爭就不能結束 以色列現在跟國際社會宣傳的 就是他們小孩被殺 婦孺被殺 全村被滅 然後一家五口被殺 這種事情不斷的出來 我一開始是沒有做 所以有國際公憤 可是你到加薩 很可能會做一樣的事 就變成他血洗的正當性 對 可是之後 到時候加薩的包勒斯坦 可能會死了更多 因為過去的經驗就是這樣 現在就是了 我舉2014年告訴你 那時候也發生了加薩的戰爭 以色列死了七個人 最後加薩走廊死了2150人 七個對2000多個 是啊 這已經發生過很多次了 因為巴勒斯坦人就是非常的擁擠 你進去用空襲 請問現在死了多少人你知道嗎 他空襲炸成那個樣子 現在只有一個新聞說加薩已經找不到停息了 因為有些影片流出來了 那個瓦利裡面就是有很多人死了 那個人一定是哈馬斯嗎 誰知道 可是他們現在軍方下的一個命令 叫做我沒有任何的限制 沒有任何限制 包括殺的方式 殺的對象 自由行動就是說 他地面部隊要進去 因為巴勒斯坦人恨以色列 所以很可能 老百姓會給你丟石頭 丟石頭他就可以立刻開槍 亮哥我最後問一個問題 那我們到底有沒有所謂 要轉單這個事情 我覺得 所以我跟你講說 日期有多長 我並不認為以色列的半導體區 會被攻擊 因為那個並不是哈馬斯的目標 哈馬斯的目標 他的頭已經出來講說 我們軍事任務已經結束了 就是突襲這樣 他目的達成了 他已經引起就是 全世界的注目 就是蘇地阿拉伯跟以色列 想要建交正常化 這個被打斷了 然後他的屯梗區生活困難 國際注意到了 所以他的目標已經結束 他的任務已經結束了 可是因為你殺了那麼多無辜 以色列要報仇 那這個報仇的當下 很多國際社會是支持他的 可是以色列你報復要有一個 有限目標 所以現在反映出來 就是一個短期的題材 以及他力道沒有那麼強勁 沒有那麼強 可是就怕 所以你看美國也在結束 不要讓伊朗介入 不然就打不完了 好 我們更多精彩話題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收尋國民大會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 因為聽說有些人 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謝謝 拜託 拜託 拜託